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大巴山里 70多岁的庞月友和小他11岁的老伴在家门口吃早饭 两条狗一只猫陪在他们身边 显得特别宁静温馨 这里山高沟深 植被覆盖率高 宛如室外桃源 他们的大儿子因病去世 小儿子在关中为难做了上门女婿 10年前 小儿子给他们在镇上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 但老两口很少下山去住新房 还是习惯住山上的土坯房 住山上的另一个原因是 山上有他们家的土地 要是下山住楼房 地就没法种了 他们放不下山上的土地 庞月友说 山上的地那么好 要是不种就太可惜了 热爱土地 喜欢劳动的庞月友 总是乐呵呵的 一碗玉米糊糊 一点青菜 老两口的早餐很简单 但吃的津津有味 玉米蔬菜都是自己种的 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 这片地原先是水田 年龄大了种水稻吃力 几年前就不再种水稻 改种玉米土豆 但不管种啥 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庞月友 都是深耕细作 别人搬了 庞月友老两口 山下有新房 但不想搬家 老两口喜欢大山里的生活